老胡讲油管公司 今天我们要讲第12章 这本书总共21章 我们今天的内容过半了 今天这一章比较短小 但是非常重要 好 第12章 这个标题把它翻译成 选定内容方向 跟书里头的标题略有不同 这个选定内容方向 分成两个步骤 第一个叫做侦查阶段 第二个叫做研究阶段 我们现在看看侦查阶段 那么侦查阶段 我把它叫做内容方向的初探 也就是尝试看看这个方向 是不是值得做 或者是讲我能不能做 大概的步骤是这样子的 你想象有一个方向 你可能喜欢 也许有前途 也就是说你一定你想做的 这样一个内容 然后你去查看一下 是不是已经有人做了 类似的这样的内容 这个答案绝大部分情况下 可以几乎肯定是 你不是世界第一 一定是人家以某种方式 做了这个 你感情趣的内容方向 如果不出意外 都会这样子的 所以你就是讲 我想做这样一个东西 你是一个念想 一个点子 但是你其实没有操作 你可能很多东西都没有具象化 也不知道是怎么做 那么这个你去看看别人 人家是怎么做的 那么在这些做的 这些人的频道里头 你选择大概活跃的对标账号 活跃是怎么意思呢 就是不要讲 他三年以前就停更了 最近一年又不更新了 或者讲他三个月才更新一期 你要选择活跃的对标账号 大概是20个左右 对标账号是一个专用的 这样的词汇 就是讲在你的这个方向上面 你感兴趣的 这个内容跟你大概的一致 这个内容呈现形式 可能跟你也大概相同 所以这个叫做对标 也就是说对标的意思 就是说我做了以后 跟他大概齐是这个样子 那当然我在落实 或者执行这个阶段的话 我肯定要想办法 要么向他靠近 如果他是大号的话 如果他不咋就他 我想办法超过他 是这个意思 所以对标 就是你的模仿的对象 你超越的对象 这个叫对标账号 选择大概20个 你要注意这个20个账号里面的 最近的热门的视频数据 你到这频道里头去看看 他最近的一些观看量 比较大的这个视频 是什么视频 是不是跟你想象的 这个内容方向一致 你不要跑到一个钓鱼的 你想做钓鱼 然后到一个钓鱼的频道里头 里面有一期视频是去狗 跳到水里头去帮主人抓鱼 那期视频意外的非常火爆 但是那显然不是一个 可以持续化稳定生产内容的方向 对吧 像这种东西出于噪音 你不要把它排除 你要注意最近的 你不能讲他这个热门视频是三年以前的 那个参考意义就没有多少了 所以注意这20个频道里面的 最近的热门的视频的数据 什么数据呢 就是说它的播放量是多少 它有多少条留言 那个留言里面大概去看一下 围绕哪些方向在留言 然后这个视频是怎么样的形式做出来的 这个你就从最开始的你想做一个内容 到人家已经做出来了一个频道 有成功的这样的案例 有热门的视频 然后你就看看 跟我那个想法差别挺大 或者很捷径 我大概就想做他这个样子的 那么你关心这些数据 你就能够看到 这个方向有没有前途 它的热门视频的播放量 是千万级还是百万级 还是也就是几万个这样的播放量 所以你就能大概感觉到 这个内容方向你想做的 它的成长空间 别人的这样的操作方法 注意在这个阶段是侦查阶段 我们讲初碳 所以你要特别小心 不要花过多的时间 因为你还没有确定内容方向 这个时候你是感觉一下 你有可能有三个方向 你想去做 或者是在一个方向里头 但是你可能有大概的 不同的做法去操作 在这个初碳这个阶段的话 你就要非常灵敏 非常迅捷 非常快速的 从一个到另一个到另一个 然后快速的收集这些数据 看一眼 然后找到 就像这个找对象 或者是什么东西的海选一样 这个阶段要快 所以Darrel在这个地方讲的话 不要花过多的时间在这个阶段 不要看到第一个姑娘 就非娶她不可 后面还有好多的 多见几个 就这个意思 不要花过多的时间 因为在这个地方 要强调这一点的话 很多人最开始有一个方向 然后发现这个东西 然后好 然后一头就栽进去了 也许这个不是你最喜欢的 也许你这个时候还没有经验 你想做的这个东西 是受某一个东西驱动 而这个东西是离你真正的内心 或者是你真正感兴趣的东西 差的比较远 所以最开始的时候 要潜藏者指 要横的看 等一下在深入的时候 是要纵向看 所以这个 出探这个阶段是横着看 不要花过多的时间 感觉一下 这个方向有前途 符合我的兴趣 然后别人这个那个做法 跟我想象的差不多 或者是比我想象的做得更好 他这个方法真好 那你就开了眼界 好 你完成这个方向的这个出探 这样一个侦查阶段 那么紧接着你就要进入研究阶段 这个时候研究 我们前面讲出探阶段 你选20个这样的个对标账号 那么这个阶段就要研究每一个账号 注意啊 前面我讲了你出探 可能是探一个探两个探三个 对吧 你这个过程 你发现如果不喜欢的 你看第二个 做第三个 然后确定下来 哪一个你真的感兴趣 通过了那个海选进入第二阶段 这个才是研究阶段 这个研究阶段 就要把那20个频道里面的 每一个频道都拿出来 仔细的进行解剖 分析研究 这个就是这个阶段 那么要注意的研究最近的热门的视频 每个频道呢 挑6到10个 我刚才讲的 最近的 要热门的 如果是这个频道里头不咋的 你就别去研究它 因为往往一频道里头的热门视频 会代表这一个频道里面的 它选题比较好 这个制作比较好 然后呢符合观众的这样的观影习惯 这个热门不是偶然的 观众是用时间 这个实际的观看史上 推出来的一个热门 但是我刚才讲的 你要有剔除噪音的这些能力 有的 有的频道里头 大热门那个东西 跟它这个内容垂直方向 可能不是在一个方向上面 所以你要选择 那个热门的 最近的 不要三年前的 不要四年前 不要五年前的 然后每一个视频去研究它 好 研究什么东西呢 研究它的标题 缩猎图 观看量有多少 有多少人站 有多少人踩 这个比例大概是怎么样 这个视频是短视频 还是长视频 长有多长 是四分钟 五分钟 还十几分钟 还有呢 就是这个视频的结构 是呈现什么样的状态 它的节奏怎么样 它开头部分是怎么样 能够引人入胜 抓住观众的 那它的评论区 观众 是怎么样 跟这个博主提问互动的 这个博主有没有 就是跟这个观众啊 进行有效即时的 这样互动 有没有回复评论 观众 在 留下什么样的 评论 你可以反过来看到 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 在评论区里头讨论某个东西 然后你再回去看他视频里头 他是怎么样在那个地方啊 甩了一个包袱 下了一个钩子 或者设置了一个槽点 故意说错话 讲错别字 或者是讲错年代 或者是讲 提出了一个问题 挖了一个坑等等 就是这些地方 你都要特别小心讲 为什么观众 在热烈的在讨论这些东西 这个既是一个方法 也是这一个博主成功的特色 所以你要去仔细的 去研究这些东西 那他描述区 这个视频的简介部分 他有没有写 是不是空的 他里头有没有放好多 这个联盟营销的链接 他是不是放一些播放列表 他里头这个简介区的 最前面的三行 他写的是什么东西 他有没有利用这样的一个地方 来推荐他频道里头的 其他的视频 他有没有使用置顶留言 等等这些东西 反正这个是研究阶段 什么叫研究 就不是这样的 大概看看 你一看到个东西 赶紧做笔记 赶紧截图 这个就要研究了 要采集大量的这些数据 那视频它采用什么样的形式 它是定格动画 还是三维动画 还是一个人像这样子来呈现 还是用PPT 人在右下角等等这些方法 那视频的剪辑上有什么技巧 有没有用表情 贴纸 这个后面的素材 等等这些东西 你都要 你都要去仔细的去体会 他这个账号 成功做的是一百多万 做到三百多万 他有什么特点 那么这个练习 对这二十个账号的 每一个账号 进行这个热门视频的研究 的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要寻找这个垂直方向 你自己想做的这个内容 它的模式在什么地方 内容创建的模式 他们是怎么样来做 比如说讲按键的 我想做一个讲按键的 这样的频道 然后看看 这些讲按键的人 他都是怎么讲 在户外讲 站着讲 坐着讲 素材怎么使用 是使用画中画 还是在大背景 还是投影 还是哪的一张纸 在这边举的 要跟你讲 还是用大白板来讲 你就会发现 哪一个会比较好的 这种形式 那么有共通的模式 是什么 比如说素材使用 哎呀 这个讲按键里头 大家都用到 好多911的这样的录音 用到好多 这个警察身上的 这个现场的 这个录像的 这样的素材 这些东西 要么不清楚 要么就是 是其他的语言的 那么他们是怎么处理的 在讲按键的时候 那就是内容 他创建的模式 是怎么样的 他的选题 有什么共通的地方 他的受众 有什么行为模式 这些人喜欢 在评论区讨论什么东西 怎么样的内容 会有高点赞 高播放 这样 这样的情况 他开了会员区 这些人是不是 愿意付钱 进入会员区 去看视频 他们如果在社区地方 他是发什么样的东西 有的人只是发节目的预告 有的人会有好多好多 跟观众之间的互动 他们成功的频道里头 他有哪些特点 所以你要记笔记 注意他们是怎么样来操作的 内容创建模式 是博主 他生产内容的 他有哪些共通的模式 我们讲成功的人 他都有一些模式 是可以模仿的 老胡以前跟大家介绍过 成功的人 有各种各样的性格 脾气 或者是教育背景 但是我发现一个 真的如果讲 最大功能的数据就是 这些人都能够早起 你想早起跟成功 有什么关系 其实关系真的蛮大的 我们以后有机会给单独谈这个问题 这就叫找模式 这些在你的任务方向里头 他们创建的模式 有哪些共通地方 在找模式的时候 你得小心 你不能就在很low的level上去找 他是用这个 他是用那个 你可以讲 他没有任何共通之处 这个模式要在一定的层级上去找 才有共通之处 那么寻找这种模式 也是对你很好的一个锻炼的 这样一个过程 这是博主这个方面 内容创作 另外非常重要的 受众的行为模式 观众在看 他为什么喜欢看 评论区他会告诉你的 他看爽了 他在看高兴了 他会在评论 他会在点赞 他会在其他的互动里头 他会留下痕迹 所以你就在那里头去看 看到这个叫观众 究竟他们在看什么 你最开始也许你看不懂 观众就在看什么 这样的节目 居然有那么多人在看 为什么 如果这是你想做的一个方向 你千万不要讲 我理解不了 观众为什么看 那你就根本就还没准备好 在这个内容方向上去生产内容 你都无法理解观众的这种行为 你应该是 很多的状态是什么 哇 我没想到 原来观众在注意这个东西 而不是讲 我理解不了 你注意一下 这个感觉是不一样的 就是这种研究阶段的时候 让你不断的发现 你原来是不全面 你不是360度 或者是三个层级来看问题 你只是用一个 这个观众溃爆 那个非常单一的这种视角来看问题 那么这个研究阶段 让你看到 360度 这个由里到外 放大缩小 然后由上到下 由底 往上走 各种层级这样 万万没想到 观众原来看这个节目 会有这种问题提出来 很有意思 然后你就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不断去体会 这个博主 做这个节目的时候 他是怎么样 一个30分钟的节目 他能那么引人入省 他用了分段 他用了这个自评章节 他用了内容导图 他用了大量的这个素材 他用了白板 他指来指去 或者是他站着讲 感觉到非常放松 各种各样的方法 对吧 你要记笔记 然后找到他们共同的地方 最重要的就是说 两手抓 两手都要硬 你做内容是给谁看的 给观众看的 所以你必须理解观众 我们前面的章节里头讲的 要了解你的观众 他为什么看这种内容 他喜欢用什么形式来消费 这一类内容 他消费过程当中 他要从头看到尾 给你贡献观众完成度 你应该怎么样能够抓住 他的这样的注意力 因为很多人的注意力是 就像金玉一样 只有七秒八秒 这七秒八秒 他一发呆 他就无法理解你下一段 或者他觉得无趣 他就跑掉了 那这些成功的内容创作者里头 他里头都有很多的话术 或者是画面里头会有一些结构 或者是一些方法 能够使得你一段一段的持续的往下看下去 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在选定内容方向这一节里头 讲了两个阶段 第一 你得出探 就是非常横的这个方向去探索 然后在你探索完了以后 再找一个天花板比较高 有成长空间 你也有兴趣 你也觉得你在这个方向 有某种能力将来能做起来的 在这个地方去深入的研究 往深去研究 你这个研究完成了 准备下手做这个内容方向 你应该是有足够多的了解了 别人频道的成功的要素 和你也足够的了解了 这些观众看这一类的内容 他究竟在看什么东西 哪些东西 哪些点是要点 是他的爽点 是他的槽点 然后你用这个方法 来武装你自己 在你自己做内容的时候 你已经站在巨人的 不讲肩膀上 已经跟他差不多这样的高度 最起码你有了这个认知 然后你在做节目过程当中 才能够用这样一个认知带着你 去实践 去实操 有很多同学犯的错误 是什么东西呢 就是说他都不知道 哪个叫好坏 他没有明确的努力 或者是向提高的那个目标 所以这一张 我讲虽然是很短小的一张 但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你确立方向 这就像找对象一样 你这个观就选择错了的话 你将来是痛苦无比的事情 那如果这个地方 你非常清楚了 你讲那个人 做这个内容方向 做成这个样子 三百多万的这个频道 你仔细研究他以后 觉得好像我 虽然现在没有跟他这个能力 但是我努力个半年 一年也许三年 我不认为 我会比他差很多很多 所以这个人 就是给你明确的 作为一个你的对标的账户 你的努力的 你赶超的这样的一个目标 并且他的成功的要素 你也有足够的把握 你知道怎么去努力 那么接下来 就是只要的持续的 稳定的进行刻意的训练 在你看到的 所有的这些优秀的模式 或者是观众的这些行为 你让他 让他观众看得能舒服 能轻松 能嗨起来 那所有这些要点都做到了的话 那当然 你就在一个正确的方向上 用正确的方法 在努力 那成功 这是一个时间的问题 对吧 好 这就是第十二章 如何通过侦查 加研究 这样的方法 帮助你选定 你的内容创作的方向 好 这就是第十二章 欢迎你继续回来听老虎讲第十三章的内容 谢谢 再见